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我是黃好奇 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柏思卡有一句名言 人是一根會思考的奴偉 他之所以會這樣說 大概是因為他未見識過美國總統特朗普 和他顧問康偉的智商 否則恐怕他會開探奴偉或者會懂思考 但特朗普政府中人就未必了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顧問康偉 星期三將COVID-19錯誤地理解成新冠肺炎病毒第十九個版本 直指批評世衛對疫情缺乏準備 這個康偉究竟是真心交 搞爛GET還是向加拿大女歌手Alpha Lafrine那首Dumblant致敬 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智商竟然可以做到總統的顧問 難怪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和死亡數字都灌絕全球 即是這樣 康偉說了都是特朗普的幕僚 特朗普政府防疫抗疫不力 令美國死得人多 根據最新文條顯示 特朗普的支持度急錯六個百分點 是上任以來的最大跌幅 嚴重影響11月他各作連任的選情 虎毛板虎的他急於找目標轉移國民視線 既然選中了攻擊和抹紅世衛 康偉做小的只是蠻頭烏鷹死根 不懂思考的康偉是無知 勘操亂來的特朗普就是無恥 事關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 昨天再就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舉行視像會議 白公指與會各國領袖都提到世衛管理不善 呼籲世衛徹底改革 不過英媒踢爆 這個地球大俠唱的真實版本 其實除了特朗普之外 其他G7領袖都支持世衛 坦白說,特朗普為了挽救他已經發燒流鼻水的選情 於是指責世衛誤導和偏袒中國 這體攻擊抹紅的招數早被人看穿了 無非又是將中國威脅論翻丁 既可以將防疫不敵過世衛同時 又可以順手為他想令美國不再向國際組織不斷崩水 找個看來冠冕堂的理由 只不過不論特朗普批評世衛偏偏袒中國 還是推出競選廣告 將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 形容做北京拜登 做人設計照單全收 事關世上有美國操控北約 德國操控歐盟的說法 如果甘於作一條不懂思考的爐位 兼特朗普在遠東一隻Speaker 隨時會好像康偉地罵出大笑話 玩啊手 將據說對新冠肺炎有醫療效果的藥物 誰得西偉 當成誰得西偉 誰教誰 得到就得 那就太十九了 好了 大家對於特朗普攻擊世衛 和總統顧問的COVID-19論如何看呢? 是like啊 搞錯還是會發生啊? 投票告訴我們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